大家好,这里是倒闭电影 这是一个空气人偶忽然有了生命的故事 老王是个餐厅服务员 一天的工作结束了 老王孤零零地坐在公交车上 回到家后的老王准备好两个人的晚餐 对面坐着我们的女主小王 一个重启娃娃 老王给小王讲述着一天中所发生的事 在孤独漫长的夜晚 小王慰藉着老王空虚的心灵 这天早上老王照常出门上班了 他走之后一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重启娃娃小王竟然活了过来 他看着眼前美好的一切 穿上衣服出了门 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 刚回过来的小王有模有样的 随着人们的言行观察着这个世界 傍晚小王走进一家影蝶店 被店里的男店员唇一吸引 于是他留在了那里 白天他偷偷来店里上班 晚上依然扮成娃娃 陪伴着老王 慢慢的小王学会了化妆 还给自己买了很多漂亮的衣服 在这个分杂的世界里 他尊重本心 简单快乐地活着 有了新的小王 渐渐地对店员唇一产生了感情 唇一大概也是喜欢小王的 他教会小王工作 为他解答问题 还带他去从没去过的海边玩耍 一天一天过去 小王对人类的生活也越来越多了解 也发现自己跟人不太一样 他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 他的影子也是空空的 他以真心对待每一个人 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一样毫无防备 后来小王在公园里遇到了一位老者 老者告诉小王 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空空如也 只是充实的东西不同而已 在忙碌的都市中 白领会通过食物来充实自己 中年父亲会通过自己的孩子充实自己 而妇女则会通过每天念犯罪新闻来充实自己 他们看似繁忙 生活充实 却着实空虚 情感上无所寄托 思想上也无依无靠 这天小王在工作时从高处衰落下来 自己的身体被刮破 他开始漏气 身体迅速扁下去 这一切恰巧被淳衣撞起 但他并没有轻荒 而是找了交代 并要为他充气 可此时的小王已经懂得了人类的羞涩 他说着不可以 并试图用衣服遮挡 最后淳衣说服小王 重获心中的小王第一次感觉到了温暖 事后小王问淳衣是否被自己吓到 淳衣却安慰道 我和你一样 小王对此非常开心 他开始和淳衣像普通情侣一样的约会 但甜蜜的梦境总是会醒的 这天小王的主人老王来到了店里 小王很是惊恐 小心翼翼害怕被发现 不过老王并没有认出小王 但是却被店主钻了空子 店主以为老王是小王的男朋友 而小王劈腿了淳衣 于是他以此威胁小王 让他变成了自己发现欲望的工具 事后小王在清洗自己时 觉得自己依旧只是一个工具 下班回到家中 小王被老王放进了柜子里 原来老王买了一个新的充气娃娃 跟曾经的自己一样 小王告诉老王自己有了心 老王看到活着的小王吓了一跳 小王问老王到底喜欢自己什么 然而老王沉默了 这时候小王才意识到 自己不过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替代品 就连名字都是前女友的 老王希望小王再变回充气娃娃 因为跟人相处太麻烦 小王听后伤心地离开了 他根据包装上的地址 找到了生产自己的设计师 小王问他为什么自己会有心 设计师却也无法解答 他带着小王去看了 被丢弃 然后又回到自己这里的充气娃娃们 他在每年春天会处理掉这些娃娃 只不过它们都是不可燃垃圾 而人类死后却是可燃垃圾 小王要离开了 临走前设计师问他 他在这世上有遇见美好的事吗 小王给了他肯定的答案 小王却到了淳一家里 淳一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 他想将小王的气放出去 然后再冲回去 小王答应了 淳一不断地将小王放弃 再冲气 放弃再冲气 从而获得快感和满足 因为淳一曾经和小王说过 他和他一样 所以小王用小刀将淳一的肚子划开 想要模仿他的所作所为 给他冲气放弃 退不掉失手 让淳一失血过多而死 小王将淳一用塑料袋装上 放在不可燃烧的垃圾分类处 因为他和他说过 他和他一样 冲击娃娃就是不可燃的垃圾 但事实上 作为人类的淳一是可燃的 最终小王和淳一 静静地躺在垃圾堆里 一起死去 他像是做了个梦 他梦见那个与淳一吃饭的餐厅 大家一起为他庆祝生日 老王将生日蛋糕放在他的面前 他像人类一般喜极而泣 带着这个甜蜜的梦 小王怀抱着洋娃娃陷入了沉睡 好的电影讲到这里 想看更多好看电影 请订阅我们的微博 微信公众号 倒闭电影 想要了解此电影详情 请在微信公众号 回复电影名称即可 我们下期见